今晚深喉嚨 有多深 化多深 後回神 才發現釀下大禍 五千萬名畫 破了一個拳頭大的大洞 找來修復師 跟義大利鑑定師 在展場內現場緊急修復 因為千萬名畫被打破非同小可 受損名畫是保羅波爾波拉的 油畫作品花 擁有四百多年歷史 被男童議長K中 出現一個拳頭版大小破洞 超過兩百公分的巨幅畫作 花朵比人還高 市值超過五千萬 先從結構方面開始加強 結構方面還有畫布斷裂的部分 開始做補牆之後 然後等到結構完整了 才會翻過來 開始做這個比較外觀美觀的 這個部分來處理 畫作跟民眾之間距離八十公分 主辦單位強調是為了讓民眾 近距離欣賞 所以沒有用玻璃罩阻隔 結果名畫卻因此破損一個大洞 一般的展覽大部分展的都是 所謂的靈摩化或者是複製化 那我們這次比較不一樣 它是一個增積的東西 所以珍貴性是比較重要 主辦單位強調是增積化作 防範工作卻沒有做到滴水不漏 未來會先向保險公司求償 但男童家長部分修省費用 可能還是躲不掉 五千萬名畫會再一個亮槍 成為全球首例 記者楊中盛張若瑜台北報導 我們在看電資大の方形 大樓